嗨,大家好 我们这一节课继续深入分析MapReduce 这节课基本上是对上一节课内容的补充和细化 为什么我们又把MapReduce它的工作流程或者是细节 拿出一脚单独分析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MapReduce是我们学习整个Hidoop框架或者是系统平台的核心和精髓 我们后面学的HBase框架或者是其他一些PG等等之类的这些框架 它底层或者说学习的基石都是MapReduce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在细致的看一下一个作业从提交到执行完成的具体的每一步是什么 我们在这段架构图中我们会发现假设说任务提交一个作业或者说一个任务 什么叫作业或者任务呢 其实就是我们写的一段计算代码 例如求整数的最大值或者说排序 这就是我们的作业或者任务 我们的Hidoop开发工程师一般的人加我语言把这个算法写出来 然后就提交 那它提交给谁呢 提交给JobTracker JobTracker是整个MapReduce 这个计算框架的核心和监控者 JobTracker会协调 这个协调是什么含义呢 是指它要看一下其他的Task Tracker或者说其他的这些节点 谁有空闲的一些CPU资源啊磁盘空间啊等等 因为我们每份数据一般都有三个备份嘛 它会选出备份中资源相对存储的那台机器 把我们具体的卓调去运行的这些机器之上 那运行的时候首先它会有一个什么呢 Map的过程 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看见有一个M1、M2、M3 这三个地方 这三个地方就只有三个Map 然后Map完毕之后 就是Reduce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见的是R1和R2 就是首先是Map的一个阶段 然后是Reduce的一个阶段 好 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概念 就是Map和Reduce 这个Map和Reduce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从我们写代码的角度考虑 你就把它认为是我们程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接口 然后我们需要复写一个Mapper的东西 一个叫Reducer的Map函数和Reduce函数 在里面写我们具体业务逻辑代码 当然关于具体怎么写 我们在后面写代码的时候会跟大家详细分析 但是你现在必须明确 就是我们代码具体的代码的执行 会分两个阶段 第一就是Map的阶段 第二就是Reduce的阶段 那Map阶段和Reduce阶段 它都会受到Task Tracker的监控 我们看每一个Map 是不是都是一个Task Tracker 然后同时每个Reduce也是一个Task Tracker 而且这些Task Tracker 都是运行在独立的交换虚拟基础的 就是我们这边看见的五个Task Tracker 它就是实际上运行的时候 就是五个Java虚拟基 我们的输入和输出 输入就是数据来源 因为我们这边提交了一个程序 交给Java Tracker 实际上要运行的时候 它首先是Map Map要运行的时候 它肯定要对数据进行加工 而Map的数据来自于什么地方 来自于HDFS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中间的最左侧有DFS 那在我们的Hidoop就是HDFS 同时Reduce完成最终结果的收集 和最后的业务逻辑代码 它把数据要输出到什么地方了 也是HDFS 所以我们数据的来源和数据的加工后的目的地 都是我们的HDFS分布式文件系统 那我们这个输入的数据 我们看是Input File 来自于HDFS 来自于HDFS 它在输入的时候会分成很多块 因为我们文件会分成很多块 然后这些数据要输入给我们的Map 阶段去处理 它会由谁去描述这个输入的数据呢 因为数据实际上是存在于HDFS的 但是你作为程序 你要把这个数据读进来 首先你要描述这个数据 这是有一个叫Input Format的接口描述的 Input Format的接口去描述的 它的实现就是一些 例如说您数据是JDBC数据库 还是一些其他的文件格式 然后同时对这些数据员 对这数据员干什么 通过Input Format的实现 可以获取具体的Input Split 就数据封片 因为我一个文件会 它会很大嘛 所以我们实际Map处理的时候 是对Split进行处理的 那这个Input Split的接口 它是一个加挖对象 它实现的时候是对数据进行划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Split 1,2,3,4,5 这分为5个切片 当然这种切片是一种逻辑切片 什么叫逻辑切片呢 就是我数据在这个磁盘上 依旧是完好的 它不影响我这种物理存储 它只不过是一种逻辑仕途而已 把数据分成了五份 我们获得这种 划分的结果之后 Input Format 它就可以获取一个具体的实现 这个实现叫Record Reader 然后从输入中 我们会生成一个KValue的这种剑子对 而KValue的剑子对 就是Map 阶段中Map方法的输入 这输入的数据显然来源于我们的HDFS 分片后的Split 那在Map方法中 我们就写相应的业务逻辑代码 在Map方法中写业务逻辑代码 例如我们对100个整数求它的最大值 我们把这数据分为五份 那每份就是一个Split 每份就是一个Split 那我们对这个数据进行求最大值 它会有五个Map Mapper 就是在Map阶段 会有五个Mapper去求这个最大值 然后你通过算法计算这20个数据 最大值之后 这个我们的MapReduce 框架是怎么把它收集过来的呢 因为你分成了五份 你计算的结果肯定要被收集起来 然后进一步比较 它是通过contact connect 将这个内容最终写到上下文中 上下文你现在就想象是一种数据传输的管道 我们在后面都会进行原码级别的剖析的 那Mapper输出的这种结果被收集后 会被一个叫partitioner 指定的方式写出到输出文件 就是我们这边有M1、M2、M3 就是三个Mapper了 它的数据会写到特定的文件中 然后我们可以为这个Mapper提供什么 Combiner 在Mapper中输出剑子对的时候 这个剑子对不会被马上写到输出文件中 它会被收集在一个集合list中 当写入达到一定数量中 这部分的缓存就会被Combiner进行合并 Combiner我们后面也会讲它的操作和使用方法的 就进行通过Combiner合并之后 然后我们会输出到partitioner 我们看我们这个黄色的部分 Combiner和partitioner 它显然是什么 是紧接着Map之后的 就是我们Map处理完之后 它会交给Combiner和partitioner 然后Map动作完成之后 我们这边有三个Mapper 完成之后 我们会发现在这张图中 每一个Mapper 它的输出都输出到两个区域 一个Region1 一个Region2 这三个Mapper都是这样 在MapReduce框架中 你输出有几个partitioner 在Reduce阶段就有几个Reducer 有几个partitioner 就有几个Reducer 我们这边有两个 那试词运行的时候 肯定是有两个Reducer 我们Map动作完成之后 进入Reduce 这要哪个阶段 这个阶段要经过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Shuffle 第二个是Sort 第三个是真正我们工程师 一般复写的Reduce 那这个Shuffle 就是混习的一个阶段 这个混习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Hydrope 把MapReduce中 Map 产生结果中的K 根据相关的结果 传输到某一个Reducer上 多个Mapper 会产生同一个K中间值 分布在不同机器 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混习阶段 那就是有相同的K 相同的K 然后在相同的Reducer上 相同的K值在相同的Reducer之上 当然这个传输的过程采论的是什么 Http协议 这个步骤完成之后 就是进行排序 这个排序很好容易理解了 就是按照字母损序或者大小等等 进行排序 那我们排序之后 会进入真正的Reduce的这个阶段 在Reduce的阶段中 我们获得的一就是K-value 输入一就是K-value的方式 K-value的方式 我们此时进行进一步的业务逻辑的处理 OK处理之后 输出的结果 通过Output Format的方式 输出到特定的文件中 当然这个文件是指我们的HTFS文件系统 所以我们从准体上看 它会是两个阶段 Map阶段和Reduce阶段 而我们的代码被提交的时候 是提交给JabberTracker的 那JabberTracker完成的是什么 作业的分配 分配给谁去处理 分配给TaskTracker TaskTracker会运行作业的两个阶段 就是Map阶段和Reduce阶段 那这两个阶段 分别会负责不同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它是一种 并行的操作过程 JabberTracker只负责分配任务 然后监视任务的运行等等 同时最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结果要反馈给人数 然后我们的具体的TaskTracker 就是做具体工作的 完成具体的这种处理的过程 这个过程我相信大家第一次听的时候 会是有一点糊涂或者想不明白 其实这是蛮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种分布式的计算模型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过实例说 到底怎么写Map 到底是怎么写Reduce 还有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 Input Format Combiner Partitioner 等等这些东西 还有Output Format 这些东西到底代码怎么操作 我们都还没有没有跟大家 就是实例说明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我们对它要有一个初步的感知 就是要思考它真正的运行的过程 因为我们学习一般都是地规式的学习 你会就像滚雪球一样 像是一个很小的雪球 然后你可能会有些困惑 这种困惑导致你吸了更多的知识 那你现在会有很多东西不是太明白 但是我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说 这张图上的每一个环节 我们都会通过动手写代码的方式 去一步一步说明 这个说明过程 因为MapReduce是精髓和核心 至少也有七八个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是我们对这张图相对比较细致的一个分析 我们看见这张图的时候 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在这张图中我们卓业提交 都是提交给Job Tracker的 Job Tracker是在什么之上呢 是在NameNode之上的 就默认在NameNode之上的 而TaskTracker就在DataNode之上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就是我写的代码提交给Job Tracker 然后这个代码就可以加工不同机器上的数据了 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 说明我们的代码是跑了不同的机器上去了 而我们以前写程序 是不是这个代码运行 然后把数据抓进来 就是数据 代码不动 数据动 那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现在呢 是这个代码提交给Job Tracker Job Tracker又把这个代码 风发到不同的机器上 去处理那个机器上相应的数据 这说明我们是数据不动 代码动 就是代码会分布到不同的机器之上 这是我们 与过去写程序 它程序实际运行的一个显著的不同区别 这也是Hydop 之所以能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技术点 就是代码迁移 而不是说数据迁移 就是Hydop的创始人 因为它原先是做收缩引擎的 它最后在突破这个技术的时候 也会发现 就是怎么实现 我们代码的自动迁移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点 最后它突破了这个东西 所以后来Hydop就有非常快的发展了 所以我们是迁移代码 而非迁移数据 实际运行 那时候GalberTracker会把你写的代码 风发到不同的机器上 然后这些代码处理特定机器上的一小份数据 这是我们在这张图上看见的 或者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我想跟大家谈另外一个点 就是从这张图中我们会发现 会有很多步骤 这很多步骤是不是很麻烦 其实是不麻烦的 我们想一下我们过去写程序 我们过去写程序一般都是基于框件 那基于框件一般你怎么写程序呢 就继承一个接口或者一个抽象类 那这个接口或者抽象类有生命周期方法 那我们的Hidoop其实也是这样 只不过它是分布式的 那你在写程序的过程中 你肯定是根据文档的说明 或者说这个原代码 演读原代码 你会发现怎么去写这个东西 写这个凡是加把写代码 一般都是模板的模式 就是给你提供一个程序的模板 你复写里面的生命周期方法的全部 或者说一部分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谈 MapReduce代码的编写封为八个步骤 这八个步骤就完整的覆盖了 我们这边看见的Map 阶段 Combanner Partitioner 等等这些阶段 你在实际编写的时候 只是使用其中的两个步骤 或者说三个步骤 所以你不要被这张图吓到了 因为它就本质而言 和我们写单机版的程序没区别 因为你写程序 你都是根据文档或者原代码 然后去获得这种信息 然后复写生命周期中相应的方法 或者按照流程去走 所以它其实是不难的 这是我额外跟大家谈的一点 因为前面跟大家分析这个过程 大家可能感觉步骤太多了 我们再从最初的观点来看 我们说写一个程序 无非就是代码和数据 然后我们在这段图中看得也很清楚 数据就在我们的HDFS 它这么写的是DFS 这叫HDFS 那我们代码实际上就在我们的不同的节点上运行 那此次指的节点就是Test Tracker 所以这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过程 我们通过这两讲就初步跟大家分享一下 Hydop是如何工作的 当然Hydop作为一个山寨版的一个Google 它还有很多的指项目或者说内容来解决不同领域的东西 那我们在下一节课中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Hydop核心的生态结构 就是说我们整个Hydop 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因为云计算这个东西被 就是被很多信息会给我们产生一些误导 那我们现在到底看看 这个云计算的事实标准开源 开放的软件框架 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每一个部分包含什么 这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这一节课就初步到这里 谢谢大家